基督教绞生医疗中心宣布将与落线邻里法律服务处合作 从8月起 每个月的第一还有第三周一 在绞生埃尔蒙地医疗中心未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和劳工权益相关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8月的第一周是全国医疗中心周 本年度的主题是透过关怀联系增强社区能力 基督教绞生医疗中心举办了工人权益之多少期者会 特别邀请到卫生资源及服务局的专员 加州众议员办公室代表及爱满地市市议员等贵宾出席 邻里法律服务处律师Amy U表示 该机构为洛杉矶县中低收入个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包括帮助申请就业发展局提供的福利 协助应对工资盗窃 职场骚扰 职场报复 病假保障等问题 邻里法律服务处此次与绞生合作 也是为更好的服务盛盖博谷地区的AAPI工人 数据显示 落线80%的低薪工人经历过工资盗窃 最常见的是移民 有色人种和女性 在今天在公司的公司的时候 基本上 希望推荐一下 再次一次,HTXC has been providing holistic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neediest in our community. And also,we announced that we're going to join jointly organizing with NLSLA to organize a legal training sessions for our patients and also for those in need from the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have a training session on every first and third Monday between 9 a.m. to 1 p.m. NLSLA would send, they will provide legal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time to answer questions for those in need. 小生埃尔蒙地医疗中心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服务语言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台山话 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1点 民众可致电626-565-7614预约 若没有提前预约也可以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